苍蓝绝心和灿烂的陈香如蟹是暑期档热度最高的三部古偶剧,自开播以来热搜不断,刷屏短视频平台,其中苍蓝绝带给观众的惊喜最大,定档前,剧情演员皆不被看好,上线后却连续多日强占网播剧热度总榜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暑期档黑马,不过,这几部剧热度虽然高,但还不达暴剧标准,而最近,王一博和陈小竹演的击毒剧《冰与火》反响也不如预期, 所以2022年的剧王《桂冠花落谁家》,有哪部剧能于梦华路抗衡,还要看后半年预备上线的影视剧成细如何 据悉,肖战的《玉古瑶》、任嘉伦的《寝君》以及观众期待许久的三体,都会在下半年上线 《玉古瑶》接荡《月生沧海》,《爱大尔巴定律》被播九月 《新汉残烂月生沧海》已点印结局,同为S级级别的国偶剧《玉古瑶》有望在近期接荡上线 《玉古瑶》改编自《苍月》所著小说《朱炎》,讲述的是空桑王朝世子石影与赤族郡主朱炎的爱恨纠葛 男女主角分别是有肖战和人民饰演,有肖战在该剧自始不缺流量 自观宣主演起,《玉古瑶》便是万众瞩目的焦点 这是肖战在陈情令走红之后主演的第一部孤偶剧,关注度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该剧导演蒋家俊在夜内也颇有口碑,其2016年指导的新版《射调英雄传》获得不少好评 所以对于导演、对于作品之量,粉丝们是信心十足的 而从早前曝光的预告片来看,《玉古瑶》的浮化特效质感满满,不输于苍蓝爵 剧情有甜有虐也是看电视组 唯一让人感到担忧的是,剧里男女主师徒关系设定有些俗套 尤其是在孤偶泛滥但少有创新的当下,观众早已审美疲劳 所以相比,演员的咖味和颜值,新鲜感才是孤偶的取胜关键 希望《玉古瑶》能摆脱烂大街的俗套剧情带给观众惊喜 徐凯和杨幂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爱的二八定律》被播九月 网传这部剧其实在上半年就应该开播的 但因为电视台始终无法确定上新的原因一再延播,只能拍到了后半年 该剧讲述了律师情势与宅男杨华,阴差阳错结婚 最终假戏真做收获真爱的故事 以剧情来看,姐弟恋是该剧最大的看点 《玉姐和奶狗》也是实在颇受欢迎的CP设定 但不知杨幂和徐凯之间能否擦出观众预想出的火花 毕竟姐弟恋之间的CP感很难把握 徐凯今年来主演剧的播出效果皆不理想 《千古绝尘》《你微笑是很美》以及新剧 《迷航昆仑》《无一例外》全部扑结 不知他能否凭借爱达尔巴定律打个翻身仗 龚俊今年年底两句上线 张公安有望重见天日 在双男主剧被禁的情况下 陈飞宇和罗云熙的《浩一行》 陈折远谈剑刺的《沙破狼》 张灵赫和翟骁文的《极星高照》等 大热IP剧定档无望开播武器 对此热衷于客CP的粉丝们哀嚎一片 只能靠路透图相互安抚 不过近期网传 张公安已改名为君子盟 且被播Q4 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上映 这一消息让CP粉重燃希望 单改剧在政策要求下 是肯定没法上线的 但张公安和浩一行等局不同 该剧原著热度不高 且影视画后也并未以 单改和男男CP为宣传点 且原作者也曾表示 小说影视画后剧情大改 所以若是删减一些敏感剧情 在悬疑探案为主要宣传方向 该剧也并不是没有播出的可能 因双男主剧走红的 龚俊资源好到让人眼红 目前和杨幂正拍着胡耀小红娘 下半年还有两部预定爆款要播出 一部是热巴刘云宁主演的 古装剧《安乐传》 另一部是中处西主演的 现代剧《我要逆风去》 两部剧都被播Q4 在年底前会上线 《安乐传》这阵容是 流量强强组合 无论是龚俊还是热巴 还是男二刘云宁 都是妥妥的话题王 所以该剧的关注度自是不用愁 在戏里这三个人之间 将上演一场三角恋 默默守护甘愿牺牲的 深情男二 扮猪吃老虎 表面温润 实际运筹帷幄的男主 以及聪慧勇敢 只身犯险 未蒙冤家族平反的女主 不知这三人之间 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我要逆风去》 讲述的是 富家女江湖 与家族遭遇变故后 在天才投资人 许思的折磨下成长 最终复兴家族企业 又收获了真挚爱情的故事 与演员阵容和剧情来看 该剧还是蛮有看点的 曝光的剧照也看得出 剧组浮化的质感 对于喜欢都市职场 或是商战的观众来说 《我要逆风去》 值得一看 不过剧作质量让人放心 但中处夕的CP体制 却很难让人不担心 从肖战 黄锦鱼到徐凯 与其合作的男演员 都擦不出 CP间该有的火花 此次与龚俊搭档 不知能否有惊喜 三体鬼吹灯 千呼万唤使出来 偶像就看够了 有探案剧和悬疑剧来解腻 鬼吹灯系列的第四部 昆仑神功预计在九月份上线 铁三角阵容不变 潘月明 张雨棋和江超再聚首 期待直拉满 鬼吹灯系列的前几部作品 口碑一直不错 导演费正祥的导戏水平 一直很稳定 热播的心汉灿烂 也是由其所指导的 所以只要导演能够保证 该有的水准 昆仑神功的剧作水平 根本不用担心 观众对于这类探险题材的 影视作品 追求的是感官的刺激 所以特效部分尤为重要 不知昆仑神功最终呈现的效果 能否超越前作 出轨吹灯外 被期待许久的三体 也将在年底前上映 该剧改编自有 中国当代科幻第一人的 刘慈欣所著的同名小说 原著曾获第73届余果奖 这大概是国产剧影视化的 最有含金量和影响力的IP 在2020年 网飞也埋下了版权 将三体拍成了美剧 国产剧三体是由张鲁一 于和伟和林永健 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网传额场给三体招商 首位广告费报价近亿元 这是普通S加级别网剧 没有的待遇 也是近年来 招标金额最高的一部网剧 如此大阵仗 不知三体能否如观众 所预料的那般 成为年度爆款 陈飞宇宏明浩备战国庆 请军排播11月 陈飞宇张静怡主演的青春剧 打火机与公主群 预计国庆上线 该剧改编字T大德同名小说 讲述的是 编程天才李循和学霸少女朱印 从校园到职场 从彼此刁难到相互赏识 最终携手成长的爱情故事 该剧有青葱校园的甜蜜爱恋 也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无奈 甜虐交织 并不是烂大街的无脑恋爱剧 陈飞宇的浩一行 定档遥遥无期 可以提前欣赏一下 他主演的这部青春爱情剧 出道多年 却一直被质疑演技的新二代 也该有不能拿得出手的作品了 同样被播十月的网剧 还有洪明浩和周也主演的《护星》 该剧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 与眼下热播的《苍蓝爵》 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 《护星》这部剧目前讨论度并不高 根据已曝光的剧照和官方视频来看 周也和洪明浩缺少CP感 是导致观众兴趣不高的最主要原因 相比男女主 男主和杨荣这个反面人物之间的 爱恨纠葛要更吸引人 而在官方发布的所有视频中 也是杨荣的单人视频点赞量最高 不过聚还未播 结论不能下太早 毕竟苍蓝爵在开播前也不被看好 如今呢 却是热度口被双丰收 或许《护星》也将会是一匹黑马 李清和任佳伦主演的《寝君》被播十一月 该剧集民国穿越古装和仙下语题 是国产影视剧中比较罕见的题材 任佳伦饰演的男主陆岩 是为爱沉睡千年的禁欲系将军 李清饰演的女主于登登 是贪财又好色 仗义且直爽的女土匪 两人从古时到民国 有着千年难解的情缘 如此不露俗套的独特人设 不知两位主演会怎样去诠释 抛开人设不看 任佳伦和李清的颜值和演技 都是让观众足够放心的 期待首次合作的两人 可以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以上代播剧 你最期待哪一步呢